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善业道经》第三面 金本子第三面 第三行 英文的第三行 后面一段看起 龙王如见词汇 这些大海中 行色种类过别不也 如是一切 弥补有心造善不善 身业 羽业 异业所致 到这里是一段 前面 世尊 这一开口 就把六道轮回的 意音 告诉我们 也可以说 把六道轮回的四十真相 一语道破 我们从前面一句 这个 言词来观察 于世尊 在许多大臣经论里面 告诉我们 一切法 从心相生 这个地方 所说的一切法 从大的方面来说 是整个宇宙 从小的方面来说 所谓是 毛端 微臣 正是 中国 古圣先行 所谓的 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这些话 我们现在想一想 它怎么会说得出来 如果不是真正 究竟明了通达 四十真相 这个话是决定说不出来的 这些话呢 也证实 佛在般若经上 所说的 诸法实相 宇宙人生万法的 真相 那么今天 我们借着看这段经文 佛实 进一步 让我们仔细观察 龙王 是我们一些大众的代表 如果说在 现代 这个社会制度之下呢 是非常贴切的 一个称呼 现在 全世界都在高唱主 民主 自由 开放 人人都是主 王就是主的意思 在 在古时候 这个 帝王时代 帝王说话 才算数 他做得了主 发号施令 全国臣民 要听命于他 听命的人 不自在 发号施令的人自在 所以称之为王 那么今天民主 每一个人都是王 每一个人都做得了主了 龙是千变万化 要用在现在的话来说 说得不好听呢 胡思乱想 妄想分别执着 你自己 这是你自己做得了主的 天天在那打往下 那么这个就是代表的一切政策 那么佛 讲经说法 我们深深体会到 它具足圆满智慧 高度的艺术 所以说起来非常生动 让人听起来很欢喜 好欢迎 容易接受 如今此会 这是今天 齐健 摄像夜道的大会 那用现在话来说呢 我们这一次举办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 目的何在呢 是来讨论了十善夜道 佛的发会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活动 我们举办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来讨论 十善夜道 那么参加这个活动的人 前面说有八千大比丘中 有三万两千菩萨中 这是大乘法 不是小乘法 虽然说年类 而实际上 把社会上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通通包括在其中 比丘代表出家中 菩萨在家出家都有 像在中国 诸位都知道 中国是有四大菩萨 地藏 观音 文殊 菩萨 四大菩萨当中 只有地藏菩萨了 这个像是出家像 观音菩萨在家的 文殊菩萨都是在家像 这说明在家比出家多 凡是依照佛所传授的理论方法 去修学 修学落实在日常生活里面 就是生活 工作 待人接物 这个人就叫做菩萨 那么我们明了这个意思 经文你就会懂得了 你就会没有障碍了 你看看这一次参与大会 接大海中 这个大海中是比喻社会 前面跟著一报告 这一部经 佛在什么地方说的呢 佛在苏杰罗龙宫讲的 苏杰罗是凡语 翻成中文的意思叫 行水海 那我们知道大海 水都是险的 所以你立刻要体会到 佛的意思 佛说法 都是意在言外 你要听得你要懂 你要体会得到 要是一文结义 叫三世佛愿 三世佛的很冤枉 你把佛的意思解错了 你要懂得 它意在言外 那么这个行水海 我们就很容易体会到 苦海 海水是苦的 很不好吃 这正是形容是 苦海无边 你在苦海里面 好像还过得很快乐 很自在 这叫龙王 苏杰罗龙王 这是不觉悟 苏杰罗龙王 是佛的学生 是皈依三宝 虔诚的佛的词 他也是菩萨摩霍萨 诸佛菩萨 诗心在这里 那么这个苦海 就是形容六道 特别是三我道 所以龙是属于畜生道 不是人道 所以代表三我道 这个意思非常的明显 你看看这个大海 这就是让我们观察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里面所有一切众生 形状不一样 纵然同时 人类 人类的形状也不一样 有个高的 有个矮的 有胖的 有瘦的 色 肤色不一样 这我们现在看 有白种人 有黄种人 有红种人 有黑种人 肤色不一样 种类差别就更多了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如果再扩大到一切生物 落地上的动物 大海里面的动物 这个形色种类差别太多太多了 先把这些现象说出来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差别 佛在下面说了 如是一切 这个一切 不但包括我们刚才讲动物 还包括植物 还要包括矿物 真的是 古别不同啊 矿产的 蕴藏 种类 很多 有些被人发现了 开采出来 这个地区富裕了 像石油 那么诸位要知道 过油 还有实际 因缘 也个别不同 你比如说石油 这个矿产 如果 年百年以前 被发现 开采出来 有什么用呢 一文不值 为什么 那时候没有汽车 没有这些动力 它没用处 今天科技发达 利用这个作动力 这个都发现 变成珍宝了 这就晓得 矿物 晕藏在下面 开采有十节 因缘 古时候有 一文不值 所以你仔细去想一想 这个宇宙之间 一切事物的复杂性 这个东西怎么产生 今天许多科学家在研究 哲学家也在研究 宗教家也在研究 但是始终没有把这些事情 讲清楚 讲明白 讲透彻 有没有讲清楚 讲明白 有啊 大乘佛法里面 但是佛法在世间 现在被人家蒙上一层迷信的阴影 说它是迷信 说它是消息 于是许许多多人 不敢接近 这个也是一个 这是真的宝啊 所以叫三宝啊 叫佛宝 法宝啊 蒙上这么一个阴影 许许多多人不敢接近 摆在面前 不得其受用 你说这个多可惜 我们非常幸运 这是少数当中的少数 有机会也接触到 认识它 有语言 去学习它 真的得到一些受用 我们还不能得到圆满的受用 那就是 我们还没有圆满的觉悟啊 这个要懂得 佛在华言经上告诉我们 宇宙现象 包括今天科学家所讲的 不同唯一次的空间 往年 黄念族告诉我 现代西方科学家 已经证实 有十一度 维持空间的存在 这是被证实的 但是在理论上说呢 不同维持空间是无限度的 在理论上讲是无限度的 这个话在佛法里面呢 它不叫空间 佛法里面叫法界 界是界限 他们讲不同唯一次 我们讲不同界限 你看佛法通常讲的 实在讲跟他们科学家讲的是差不多啊 十一种啊 是法界 加上一个义真法界 这就是十一种啊 大分 佛经上说的 天台大师跟我们讲的更清楚 更具体 是法界 每一个法界里面 有居足是法界 就是一百法界 这一百界里面 每一界里头 还有一百界 重重无尽 这个话才是对的 才真正把四世真相啊 说出来了 那么换一句话说 法界这个不同维持的空间呢 随着我们念头在变 我们生活是不是在一个 同一个维持的空间 不是 那个有修行的人 他心地清净 他入定 定中的这个法界 给你清醒 不是一个法界 是不同维持的空间 所以在定中 能见到过去 能见到未来 能见到远方 这是修定的人 都有这个经验 都出现过这个境界 往年 我在台北 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的 总干事 景峰文居士 他在没有遇到我之前 他修缠 他打坐 入定 大概 还有一点小功夫 他在定中 经验过 盈乐王 圣殿盈王 不是一次 很多次 他说他们身体很矮 大概只有两三尺口 常常给我讲这些事情 我就劝他 跟他们常常往来 没好处 如果你跟佛 跟菩萨常往来 有好处 跟鬼道往来 有什么好处 以后 他念阿弥陀佛了 这个境界 以后就没有了 所以定中 不同维持空间 出现了 我们一般凡夫 我问问大家 你什么 你有没有做过梦 我说我做过梦 梦中是不同维持空间 所以我们现在 也不是固定生活在 一个空间 也是生活在 多元空间之中 只要你自己 细心去观察 细心去体会 你会发现 这些界限 怎么来的 或者我们说 科学家讲 这不同维持空间 是怎么造成的 否则真的告诉我们 弥补由心造 善不善意 所致 我们在这恍然 大物料 整个宇宙人生的现象 我们在此地说的 人生 这是一个代名词 包括 不同现象里面 所有的生物 我们这个人生 是这个意思 大家不要把 这一句话 看成很下意的 那就错了 在佛法里面 通常不叫人生 叫众生 这个名词很好 怎么来的呢 由心想 变现出来的 前面讲的 心想 意故造 意 意 意 就变成 不同的 界限 我们每一个人 天天在造 从来没有停止过 佛家的 妄想 分别 执着 你所造的 总不外乎 这个三大律 由于你有妄想 分别 执着 这才变成凡夫 凡夫跟佛菩萨的差别 就在此地 佛与大菩萨们 这不是小菩萨 小菩萨不行 做不到 华音经上讲的 法身菩萨 这大菩萨 他们把妄想 分别 执着 统统放下了 换句话说 不造了 不造了 他到哪一个境界去了 叫一真法界 什么叫一真法界 无量无边的法界 今天讲 各种不同维持的空间 它全部突破了 这就叫一真法界 现在科学家知道 没有办法突破 在物理学里面 发现了一种事情 叫加速度 如果我们的速度 能够超过光速 在理论上讲 就可以回到过去 也可以进入到未来 那么换句话说 时空 这个障碍 突破了 这个突破 我们现在懂得 有限度的突破 不是无限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有造作的 就正如同我们现在 我们跟美国 举例 公里是一万多公里 我们在此地 讲堂里面 来讨论研究过程 美国那边同学 从网络上 立刻就能看到 这个时空 好像也是突破了 使用机械的办法 来沟通 机械的能力 有限 而且呢 对方还要有设备 没有设备的时候 还是受不到 这个不自在呀 佛教跟我们 这个方法自在 放下 放下一切妄想 分别执着 那你就得自在了 所以晓得 这个无量无边的法界 是由一切众生 心造善不善 什么东西造呢 你身体在造 你言语在造 你念头在造 深夜 雨夜 异夜 造作无量无边 不出这个三位 你天天在造 就是说 你天天在障碍 你自信里头 本来具足 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能 那是一切通达了 你天天在干这个 你把你的 这个智慧得能 越速越小 小到最后是 无能 无知无能 我们要明白 这个道理 否则 业余道破 我们要记住 下面这一段 完全讲理论 这一段意思很深 今天时间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